欢迎收看今天文献的是周报亚洲版川普 在星期五的时候正式的宣告川金会 6月12号如期在新加坡举行 文献的世界周报在很早之前 我们就连续两礼拜 不管中间有哪些波折 我们告诉大家川金会不举行的机会是零 并且做出了相关的分析 待会会继续为大家做出报道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韩国的能源政策 在进入朝鲜半岛危机之前 韩国基本上它非常的靠近中国的重污染区 一个是东北尤其是山东 离最严重的金金济 就是中国认为重污染区的所有这些地区 都远比台湾近太多 可是你到首尔去 它的天空是蓝色的 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要说 中国带来的境外污染 中国大陆所形成境外污染 韩国只会比台湾更加的严重 但是首尔的天空却是蓝天 本来现在的总统文在寅上台之前 也因为受到日本东北大海啸 三一的影响 当时他也反对把现在正在新建中的 很能电厂继续新建下去 他希望能够停建 但是他上台以后 他了解各方面的政策 作为一个反对党 有时候你对政策的思考是不成熟的 结果上台以后 当他了解到整体的状况 他决定成立一个471位 没有成建 也就是他并没有参加过任何 另外一方的运动 不管是永和还是反和 由这471位公民 组成一个最新的 叫做审议式民主的方式 由这471位 听各种不同领域的能源专家 来了解到底能源的走向是什么 而韩国也曾经经历过大停电 也面临了跟台湾一样的经济发展 最终这些人做出的决定 以及整个韩国在2030年的经济白皮书 跟台湾来做比较的话 首先他们认为核能的比例要占18% 原来的核能电厂已经新建到一半 不可以浪费 要新建完成 反而要淘汰的是旧的 比较危险的核能电厂 而台湾相对来说 这个18%的核电 是韩国未来的方向 台湾现在是9% 将来要变成零 第二个在煤炭的部分 因为空气污染是首要的项目 所以现在煤炭目前为止 他们希望天然气能够增加比例 煤炭已经降低到36.1% 在2030年要涨到36.1% 台湾刚好相反 台湾在过去两年里头 把煤炭的发电比例从40% 大幅增加到50% 目前正在继续的新建 林口的第三个煤炭机组 以及未来的深澳 所以未来上看 煤炭可能占整体总体发电量的60% 这是台湾跟韩国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也是我们很多地区 失去蓝天的主要原因 没有人能预测 到底6月12号 川津会究竟会不会举行 但是夹在平壤和华盛顿之间的首尔 正在享受一个美丽的春天 才刚刚结束的5月 是首尔一年一度的玫瑰节 万紫千红的玫瑰 在蓝天下剪得更为鲜艳 隔着黄海 与山东半岛渤海工业区的最短距离 是190公里 和台湾海峡 平均180公里的距离 相去不远 离100%以煤炭发电的北韩 只有50公里 您是否曾在微风轻浮下游览过首尔呢 首尔的蓝天 可以开着天窗游览的奢侈 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南韩 98%的能源来自进口 能源进口需求 呼应南韩经济和工业的起飞 不但是全球第五大云油进口国 也是全球第四大煤炭进口国 10年前 韩国电力弹性系数甚至超过中国 为了应付庞大的能源需求 全力发展和能发电 2007年 韩国成为世界第三个 具备自行研发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2009年进标 政治梯馆美发 在标准的中间 在标准中的两个小型的 小型的小型的小型的小型 小型的小型的小型 特别是东南海岸美丽的风景线上 一共有18座核子反应炉 海啸并没有发生 但是2011年的915的秋老虎 让韩国发生了长达5个小时的全国大停电 地震和海啸是未知的赌博 但是全国停电是实在的惊艳 核电大国和经济大国的野心 让南韩没有停止核能发电的选择 因此福岛核灾之后 核能在韩国总发电量的比例 从谷底的12%增加到2016年的28% 韩国的民用电价是台湾的1.5倍 韩国电价走高也说明了能源政策的改变 从80、90年代以低电价支持经济起飞的前提 转为以能源自主和环保减碳为主要考量 The recent box office hit Pandora has opened the eyes of many to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a nuclear accident The timing of the movie's debut a few weeks ago may have been a coincidence but it came just a few months after South Korea was hit by the strongest earthquake ever recorded in the country 2017年9月 普顶发生的5.8大地震 再度让核电成为造成民意分歧的敏感议题 最新的2017至2031年电力结构的调整 是要为未来将增长20% 达到2030年的1.5千兆瓦的电量做准备 只有从2020年之后核电的比例 才会逐渐下降到18% 整体的化石能源比例依然维持在62% 只是天然气和煤炭的比例对调 相较文在寅于竞选时宣示的无核家园 和两座已停工三个月的反应炉 2030能源政策无疑是个法夹弯 关键在于由471位公民组成的委员会 所做出的决定 长期将朝再生能源发展的策略不变 延后的只是逐步淘汰核能的时程表 达到扩大再生能源和去煤减碳的目标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unveiled its new energy roadmap for next 15 years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s eight basic plan for the meat and electricity supply and demand The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aims to raise the ratio of renewable energy to 20% by 2030 which would lead to an 11% rise in electricity prices during the mentioned period By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environment and safety The government is set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and liquefied natural gas also known as LNG plants Under the new energy roadmap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reduce the ratio of coal power to 36.1% by 2030 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文在寅 並沒有因此民調下跌 法夾灣說穿的不過是從善如流 每天都要活在金正恩 按川普威脅和陰影下的韓國人 起碼當他們抬起頭 可以自己決定天空的顏色 台北的空氣 你是否覺得變糟了呢 曾經被認為它的空氣是甜的 而且它的能量可能在亞洲是少見的 陽明山竹子湖 在今年的春天突然吹了好幾波東北季風 而這些東北季風都吹來了可怕的不只是雾霾 甚至有很可怕的煙灰 什麼原因到現在為止 政府沒有給予答案 我們特別訪問了文化大學大氣息的教授 他自己本身就住在附近 他做出了一番分析 這裡頭很大的像原因 除了天候因素之外 當然包括了林口發電廠 你可能並不知道林口發電廠是什麼時候開始運轉的 我們記者做了真正的調查告訴各位 這個發電廠只會降低25%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它對於霧霾並沒有任何的減少 只是減少一般我們所講的寒流跟寒消等等 所以對於霧霾它基本上是跟所有的煤炭發電廠是一樣的 它沒有排出黑煙 而它的PM2.5本來就是肉眼看不見的 最終就是導致了我們看到空氣裡頭一片的昏黃 如果竹子湖尚且如此 你可以想像住在台北盆地的人 住在林口附近的一路下來 從新莊五谷所有的這些人 他們所呼吸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空氣 請看我們的記者陸慧玲 來自於當地經過長時間 不管是報導當地 或者是記錄或者是訪問專家 最終我們為大家做出來的調查報告 5月份開始台北的陽明山是夢幻的粉色系 藍籽 粉紅 嫩白 五彩的繡球花 點綴在青山綠地之間 列瑞夏帶著斗粒的是花農陳永如 土生土長的當地人 23年前 他在竹子湖開闢了上千坪的農莊 種植花卉 原本外界只知道來陽明山可以採海域 這幾年大力推廣下 5到7月的繡球花季成為另一焦點 陳永如對經營花卉農場很有心得 但今年他遇到了一個難題 我是從84年開始經營 大概從前三五年 企劃還算蠻穩定 大概這10年8年左右 尤其是今年 很特別的就是5月初而已 天氣就非常的熱 看老天爺的臉色吃飯就是這樣 5月初 繡球花應該正式盛開的時節 但花園裡不少的繡球花蕊 竟然出現了焦黃的情況 他花了30萬填購灑水設備 要與35度以上的高溫 來場搶救繡球花大作戰 花是救得了 但空氣好壞 很難預防 我們在山上活了這麼幾十年 就感覺上空氣一直是很新鮮的 看能見度也一直很好 我們看現在正常的話好天氣 它這個亮度是不一樣的 不會像這樣有一點黑黑蒙蒙的 我們希望主政的大有為政府 不要再搞這些燒煤燒炭的 來做發電 陳永如說 植物對環境的敏感度比人類還要高 有問題花仙枝 海域最明顯的 因為它的花是白色的 在花朵包片的部分 下過雨之後那個章魚 都會卡點滴狀的灰塵 或黑色的煤煙之類的東西 就花朵都髒髒的拆起來之後 都還要清洗過 90年後這種情況越來越明顯 過去大多待2到14月 但現在的時間好像又拉長了一點 花農認為東春交際垂東北季風 應該是基隆協和電廠的煤灰卻到了這裡 而5月 西南風多 會不會是林口發電廠來的 不知道 萬一又要建宣澳電廠 空屋的問題真叫人頭痛 仔細想想近幾年台北的天空 經常性的像是蒙上了一層薄紗 草山行館1920年代興建 曾經接待當時的日本御人黃太子 民國38年 先總統蔣中正來台 走訪了陽明山 居高臨下事業一路延伸 俯瞰台北盆地 關渡平原 觀音山 以及基隆河淡水河交接處 被眼前美景所吸引 於是將草山行館 選為最初落腳的關底 原本長廊內側的書房 現在改裝為餐廳 在這裡工作的員工很幸福 這邊視野好的時候 真的是美到不行 因為你可以看到整個非常後面 你還可以看到後面的山欄的漸層 尤其是在9月至10月的時候 我們的夕陽會落在正中間的 這個部分 因員工形容得很起勁 但眼前所見的最佳視野 卻只有朦朧的美感 遙想當年留下無限的想像 然而台北的天空怎麼了呢 每天上午七八點左右的上半尖峰時間 新北市通往台北市的台北橋 機車瀑布傾瀉而下 就從運輸所產生的廢棄 是影響能見度的原因之一 走一趟竹子湖氣象站 駐站人員每三小時要觀測一次台北盆地的能見度 有一點看得到 但是又不是很清楚 大部分都這樣 有時候下過雨就會比較清晰 另外是溫度上升 下雨變少 從中研院研究資料的統計 近30年台北春夏秋冬降雨的天數來看 春天和冬天最為明顯 我們的雨量沒有太大變化 可是我們下雨的日速跟我們的濕度都在下降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對於進來的空氣 你清除能力是在下降的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是風速 如果風速很大 很快就可以把它清晰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台北或者都會群的都市的一個發展 都會使得風速會越來越低 大自然擴散空污的能力沒有過去的好 人類污染源的控制也沒有很好的改善 過去這樣的天空狀況 我們會以為是雲是霧 近幾年人們對於細懸浮微粒 P2.5的關注度增加 了解也更多 這種細懸浮微粒 實際上來講 它裡面的這種更小的這些例子 實際上會跟光線的散射有關係 所以它會讓你感覺到 你看得更模糊 林口發電廠超超臨界燃煤機組 分別在2016年10月 以及2017年3月運轉 煤的成分除了碳 氮 硫等 就是重金屬 雜質無法避免 沒有乾淨的煤 同地圖上的方位來看 如果吹的是西北風或者是西南風 氣懸浮微粒還是有可能吹至台北盆地 如果一個機組的排放總量很大 那兩個加起來更大 那也就是說 你只要是你的總量是增加的 那對於大台北地區 它的空氣品質 實際上來講 都是不利的一個因素 沒有看到黑煙不代表沒有污染 帶點朦朧的天空 隱藏的是看不到的危機 在星期五的時候 川普當著所有的人面前 跟金正恩的特使 金英哲在統一辦公室會談一小時之後 他告訴大家說 我確認川經會6月12號在新加坡見面 而且他談話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沒有打開金正恩所帶來的 金正恩個人所寫的親筆信 連親筆信也不用看 第二個更重要的是 過去美國都把調子拉得非常的高 一定要朝鮮承諾無核化 兩個人才要見面 如果沒有達成這個界面的標準 我做到一半我就走掉了 這是川普長期所說的話 但是川普在當天立刻改口 川普說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場會面 就能夠解決非核化的問題 但會面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而且他說將來會有大交易 將來很可能會宣布結束半島戰爭狀態 那麼整體的分析其實過去文件的世界周報 不管整個新聞如何改變 我們一直跟著一個調子 這個調子是英國金融時報各種專家分析之後 我們所得到的一個答案 川經會沒有不見面的可能性 因為現在整個朝鮮半島所擁有核子無錫這件事情 對全世界對美國都是重大的一個威脅 川普必須跟他見面 而金正恩只要川經可以見面 美國部分的解除制裁 他就不會再進行過去的導彈 也不會進行核試驗 也不可能再攻擊美國 所以在對方擁有真正的武器的實力之下 川普必須讓步 CEDAOS 海宣佛 沙 OSO 核心 海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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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ミニューター,Presidente telling reporters theywere going to Singapore.The summit was on. We're gonna be June 12th,we'll be in Singapore. The optimism is a complete reversal from just five days ago when he sent this letter to Kim cancelling the meeting. President Trump cancelled the summit,planned for June 12th in Singapore and much of this because Kim Jong-un's people called Vice President Pence a political dummy. New possibilities due to this secret face to face meeting on the border between their two countries Kim Jong-un an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met for two hours on the North Korean side of the demilitarized zone 隨行人員也撿到嘴皮 南韓說 是金正恩在25號提出想見面的要求 文在寅立體大意 今晚他在24小時之內 安排了這場北韓行 後來的手招結 金正恩在充立體會議 所以他可以做最初的提告 於明天,他在明天,他報告了 他預約會議會轉移立體向他 在前面的內容 但是,在前面,年紀委員會有想到 在前面的經濟中 拜託,北韓國的東韓國的民主 納讓人體去除了 接著在河北韓的 专业冠冠冠冠冠冠军 但金氏告诉我他不是强烈的力量 美国的领域是保护的力量 要求美国确保北韩政权并非吃人说梦 18年前美朝之间也曾做出类似的承诺 2000年10月이었습니다 조명록部委員장이 김정일 국방위원장의 특사 자격으로 클린턴 대통령을 만나 친설을 전달했습니다 당시 상황은 지금과 여러모로 비슷했는데요 첫 남북 정상회담 이후 한반도의 평화 분위기가 올브라이트 국무장관과의 회담을 통해 상호 적대 금지와 무력 사용 배제 등의 내용이 담긴 공동 성명을 발표하기도 했습니다 곧바로 올브라이트 장관의 평양 답방이 이어졌고 북미 정상회담도 초일기에 들어가는 듯 했지만 시기가 좋지 않았습니다 한 달 뒤 치러진 미국 대선에서 공화당 조지 부시 후보가 당선되면서 모든 것은 원점으로 돌아갔습니다 지금의 기회가 다시 돌아가고 지금의 기회를 다시 돌아가고 지금의 기회가 다시 돌아가고 우리 두 나라는 우리의 나라에 인정한 상황이 있었고 이 기회를 못한다는 것은 이런 기회가 흡수할 수 없습니다 距離6月12號的川晶會只剩10天 北韓與美國官員兵分散路 在百門店 新加坡及美國 展開磋商 金英哲世紀2000年 副元帥趙明露訪問美國與 科林頓總統會面之後 18年來北韓最高層級的 副美官員 主席蓬佩奧說 他的任務是 讓金英哲世紀2000年 副元帥趙明露訪問美國與 克林頓總統會面之後 美朝第二組人馬 就在兩韓交界的板門店相會 包括孫金英 美國的法國的法國 跟北韓的法國的法國 在韓國的法國的法國 對上美方代表金城的 是常年負責對美談判的 北韓外務次官 崔傘稷 美國有任何核戰爭 我們可以堅持對抗 我非常幸福 這兩人 其實在過去也對抗議 金氏是當時 美國國務省的特使 紙士是北朝鮮側的代表團 所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자료에 적힌 제목은 싱가포르의 선발대를 파견하는 문제 싱가포르의 일반적 실태 자료와 싱가포르 전경이 찍힌 사진이 첨부됐습니다 The president trumpeting the developments in a tweet saying We have put a great team together for our talks with North Korea And while his vice chairman is in the United States Kim Jong-un hosted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Who delivered a greeting from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二朝關係一向友好 尤其在北韓遭全球制裁的時刻 俄羅斯一直暗中支援 在2017年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切斷北韓與全球銀行的 一切聯繫之後 增加了海外的北韓人 把收入匯回國內的難度 但按照聯合國的說法 北韓外貿銀行在莫斯科 和北京等地能有辦事處 替北韓政府處理交易 2017年 中朝貿易逆差 急增140% 外匯的來源眾所分額 金融時報引述 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的說法 稱北韓的外匯 來自於向海外買家 出售小鮮物 並且更升級到 導彈技術的外銷 另一項收入來源 則是北韓最擅長的工藝 巨型表象 除了在塞內加爾 這座50公尺高的土像 在墨山比克 北韓也承見了一位前總統的雕像 在沙發上的沙發 它變得更加明顯 到了到期三吧 它會很許 一會 很大問題 他覺得他能比 強 韓國 抗小 凡 共同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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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旦 happens, 它 may be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I want it to be meaningful. It doesn't mean it gets all done at one meeting. Maybe you have to have a second or a third, and maybe we'll have none. The date for this summit is less than two weeks away. June 12th, when asked whether it's actually going to happen on that date,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would only say he doesn't know. Yet it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there's enough time to set up what would be the first face-to-face meeting between an American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Most summits, like the historic 1986 Reagan-Gorbachev meeting, took far longer to arrange. Trump clearly wants this to happen. Part of it is I think he loves the drama of it. He loves the theatrics of it. Part of it is like many presidents, when they confront difficulty in domestic areas, they realize that foreign policy is the one area where the president has almost unilateral authority. So here's Trump. There's no wall. The tariff talks continue. There's no new deal with NAFTA. There's no new deal with the TPP. So where can he show some progress? And Trump really does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optics. And maybe he's right about that. Maybe we live in a very visual age. And he views this as, I mean, this would be the pay-per-view summit to end all summits. Everyone would watch it. Everybody plays games. You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better than anybody. what does it look like. 值得观察的是这一次金正恩的特使吸引者 这个人曾经被美国认为是个间谍 但是他现在成了特使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虽然川普有的时候会把调子拉得很高 甚至说我们川金不见面了 但事实上白宫是兵分多路 派出了前美国驻韩国的大使 也派出了国务卿不断的和朝鲜方面见面 希望能够挽救川金会 所以美国事实上和金正恩一样着急 双方有共同的需求要坐下来谈 而我刚刚特别谈到特使经营者是值得注意的 他曾经列明是美国的制裁名单 结果这次川金会他拿到的是特殊领域签证 正式的入境美国 美国时代杂志称 他是平壤政权的情报头子 也是一位关键战略家 即便挂的是四星上将军职 却总是能肩负起外交官的细腻使命 没有人能倾诉这个永远坐在金正恩右手边的老臣 现年72岁的金英哲 当下是北韩警示家族成员之外 最却影响力的头号人 根据BBC所掌握的资料 金英哲仕途起点 原是朝韩非军事区的远景 是凭借着金氏家族的信任 从今日程保镖一路平步青云 赶到北韩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兼统一阵线部部长 2012年末 虽然一度被连将两级成为中将 三个月后又恢复了大将军的头衔 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 金英哲待在情报部门超过20年 被控参与数起策动针对南韩的攻击行动 其中2010年炮起岩平岛的武力挑衅 金南韩提安舰被炸成 养成46名传言死亡 虽被视为经营者的杰作 但北韩官方一直矢口否认 他同时也被认定是2014年 北韩骇客入侵索尼影业的幕后主持者 名列美对北韩的制裁清单 有时称 过去在朝韩会谈时 他就是以爱场反调和粗鲁文明 不少与他交手过的官员 都知道此人并不好热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克莱佩 当年为了骇客案和金英哲会于平掌 也对他印象深刻 今年以来金英哲频繁缓穿梭于朝韩峰会 中朝峰会 并在数度转折的传经会中担任要角 足以显示金正恩侠和武走向世界的决心 不过再次出现在镜头前 经营者的姿态却明显放软 金正恩侠的反应是 比较与国际政府 他基本上没有权力 和很少的评论 进入射约系统设计 这就是一个人 非常近乎金正恩 而且他有权力 为川普总监克币 或与美国官员 有时评论称 这位王牌间谍 幻海沉浮数十载 多次接受思想改造 却能躲过权决等激烈手段的权力斗争 最终成为今世王朝内 存活最久的资深官员 绝对有其过人之处 此番传情会前会 对上蓬佩奥 号称情报界的王牌对决 台面下的角力 肯定比镜头前精彩 如果你问随便一个人在新加坡 在香港或者是在东京 现在全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在哪里 不管他脑袋里头的政治想法是什么 他给你的答案都是深圳 就在2011年之前没有人想到 2012年没有人想到 2013几乎不会有人相信 他会告诉你说 你在说笑话吗 深圳的改变像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比1979年改革开放的奇迹 可以说有过值而无不及 才在五年之前人们还说中国经济可能会崩溃 甚至这里头最崩溃性的代表城市 就是深圳 因为从世界工厂大幅提高工资 它绝对没有机会 但是深圳变了 深圳变成大家人人都不得不承认的 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之外 深圳的天气 它的空气也变了 过去由于是世界工厂 它附近的电都是烧煤炭的电厂 但是它改善整个雾霾的结果 再加上很多重污染的工厂 一个一个被淘汰之后 现在深圳的蓝天白云 比台湾大多数的地区 除了花莲台东之外 都来得好太多 目前为止 深圳的总GDP的总值 已经来到了3338 也就是1000万人的大城市 它2017年比2016年成长了8.8% 而台湾作为2400万人的 整体的总GDP 只有57015亿 成长2017年比2016年 只成长了0.69% 人们认为按照目前整个互联网的 经济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可能再过2019到2010 在这个地方很可能 它的总GDP会超越了台湾 2017年11月 这个时间点正是北京召开19大后 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首度用中英双语 打上了中国营了的大字 内容是分析中国经济将如何赢得未来 这是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殊不知在5年前 几乎每个人都铁嘴直断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晚会崩溃 而如今它却成了互联网大国 还追赶着美国梦想成为AI大国 这短短的5年间 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中国大陆世界工厂已经无以为继 当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几表示 除非在火星上找到需求 否则美欧过度消费 中国过度生产的模式 不可以持续 中国必须找到新的经济成长动力 当时全球皆不看好中国 一个靠农民工 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能有什么出路 全球经济学家几乎一口同声 中国的繁荣结束了 它是一场建立在泡沫经济上的繁荣 未来中国经济要不停滞 要不硬着陆 甚至中国崩溃论再起 2011年中国大陆大涨工资 开始发展内需经济 2012年习近平执政 第一任五年间 他亲自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开始了改变中国的互联网经济 甚至要求国家最有权力的中常委 中央委员户外学习 向互联网后备学习 2014年大陆有个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口号 是马路上到处都可看到的标语 但随着标语落实很多辅助政策 一时之间 沿海城市人人都忙着创业 尤其是昔日 农民工代工工厂的大本营 深圳的转型成为经典 因为课奖总理提了 大众创新万众创新 我们就顺势地就把 这个创新中心成立起来 而且配套成立了一个 两年五亿的华强梦想基金 就可以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 然后就正式地开办了 这个创新中心 华原北这里就是 硬件就能硬件的天堂 深圳其实是一个 非常开放包容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这是我非常喜欢 深圳的这样一点 每个人可能身边有 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创业 或者有创业的念头 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 对都会被带动 深圳有它的独特的 像这种推重创新 创业的这个氛围 其实非常的浓厚 从当年的30万人口的小渔村 到现在1000多万人口的 国际级大都市 深圳的总量GDP 已经连续4年超过台湾 2017年正式超过香港 深圳这些年的创新能力 已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华为 大疆 这几个世界500强高科技企业 汇集于此 它不只是台湾不习惯 备受威胁时 称呼的红色供应链 甚至成为亚洲最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慧中心之一 全球最大通讯设备制造 全球市占第三的 手机制造商华为 全球无人机龙头大疆 亚洲市值最高企业腾讯 研发出全球最轻薄的 柔性面板的柔语 这些都是深圳 从山寨往创新转型的成绩单 根据统计 中国目前约有1.4亿的创业者 而且平均每年增加20%的新创企业 中国大陆是全球创业人数最多的国家 跟日本总人口数差不多了 中国大陆的上个创业大潮 是网路时代 产生了像腾讯 阿里巴巴 百度 这样的明星企业 2015之后 中国大陆掀起了另一波创业大潮 这简直成了全民运动 尤其是年轻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创业梦 根据统计 自2000年以来 中国大陆每位成人的财富 已暴涨4倍 约为2.25万美元 也就是说 这个占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 已难过全球约10%的财富 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而这个引擎会带动世界经济 阿里巴巴的马云更预言 未来5年 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5亿人口 超过北美的总人口 凭借着这个巨大市场 和满地的热钱 中国的创业大潮 一发不可收拾 这边肯定有很多的机会 因为中国在快速发展 那在快速发展的时候 大家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产品 更好的服务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开发出来 然后去满足这个忽然大起来 这么多的这个需要 中国又是一个 有这么多变化的一个国家 现在这个 从经济啊 或者从社会啊 都有各种各样的 变化的一个事情 这个变化也是说有很多挑战 也有很多机会 全世界的城市都在复制矽谷 但只有北京成为矽谷的对手 这是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一段话 他们说北京在短时间内 建设了国际级的创业生态系统 就连极力推动新创产业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 来中国访问时 都不会错过北京的新创心脏 SOHO 3Q 他面对在场的法国企业代表 直话直说 中国大陆去年已成为 全球最大网络市场 中国大陆网络消费 明年将比全球其他国家的总额还多 马云指出 中国是一个移动的国家 这里有巨大的需求 现在他们每天头地八千万个包裹 未来可能达到十亿个 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事 中国大陆这五年成功转型 互联网经济下 这些创业的主角都是以小规模 小产品起家 而这个经济模式 也让中国大陆产生更多中产阶级 1986年 邓小平曾经谈到未来愿景时 他说到下个世纪 中国人均所得要达到4000美元 还需要花30到50年的时间 事实上 2017大陆人均所得已达8123美元 而以国际货币基金估计 2019年 大陆就会达到1万美元 远远超过当年的想象 大陆家 很多王农货币基金 しく仅钱 Fantastic school 速泪 计 是 可以 觉得 威 笑 明镜与点点栏目